第四个新闻我们来看一个台湾的公司在大陆 就统一跟康师傅 那就是他们以前大家就是方便面 但最近不是靠方便面 靠这个卖茶做了很多 那到他们的业绩去年不大好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他们都推出高端方便面 但是所以他的营收增长 但是毛利反而下滑 意思就是什么 大家不要吃这个高端方便面 但是茶道是卖的不错 他们两家都有双位数的成长 统一企业中国上半年的营收是130亿元人民币 康师傅的上半年的营收是353.9亿人民币 那么康师傅的这个急饮茶 就是他的销售量占市场的首位大概有42% 那么另外果汁的部分的销量 它是占17.5%市场的第二位 那这里面有什么观察 就中国的消费市场其实是非常的大 不断的在成长 那以往的话呢 就是以往是多久 25年前主要是吃方便面 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富裕了 另外一个打败方便面的什么 不是去喝茶 而是就叫外送 现在叫外送太方便了 就是请问你如果说叫外送 10分钟就能够送得到 你不管是在做怎么好吃的这个牛肉方便面 请问你要吃牛肉方便面 还是人家送给你的这个现做的这个面 这个道理是非常的清楚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